早餐 準備了 今天這個地方浪費了些錢 今次開設電話幫忙 都算懂得想了 馬上看完就走 今天要當家 我最記得 對我來說最深刻的 就是殺 爸爸媽媽的場合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要拍很多次 而在那個狀態下 就像我剛才所說 對張顯宗的人物來說 殺爸爸媽媽是否完全懶血 其實楊偉倫先生 在演殺人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有很多他的想法 他的情緒 除了角色的情緒 他都有很多想法 是一個怎樣的殺陸 我覺得也有一個 我們的想法 有西泉 那些槍花又爛 我叫他做文師傅 我們也有很多想法 究竟怎樣做 我叫他做文師傅 我們有很多想法 究竟為何會走到這一步 我們有很多設計 加上也要跟道具部門的配合 特技部門的配合 你給他做文師傅 你給他做文師傅 你怎麼做文師傅 你給他做文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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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事 這個位置 有很多事 插著文師傅 插著文師 可以 如果不是就不一定捉得准 好 但你擋的時候 手不要平 電影中有不同版本出現 一個人殺 或者兩個人殺 有不同版本 即是說本身已經拍了很多次 那你就要兩個版本 再拍到一個雙倍次數 你放手啊 啊 啊 他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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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了 我覺得驚心動拍的效果很重要 陪審團或觀眾看的時候 都要感受到當中的那種殘酷 那種殘酷不是說要喧嚴 而是感受到其實角色那種痛 不是肉體那種痛 而是內心那種痛 因為照拍攝試過很多次 反而是因為那場戲 對我來說這個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精神狀態 那個心理狀態是很辛苦 Actio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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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到時你了 這個就要怎樣 剛剛那個真的 你幫我呀 很慶幸有一班好好的演員 除了任偉麟外 亦都是兩位適演父母的演員 特別是歐兆熙先生 他在這個戲裡面是第一次做這麼多動作的戲 我們不是只拍一次 他好像在兩天之間拍攝 不斷有內內會重重復復的動作場面 我會有點擔心做我父母的演員 因為我很害怕弄到他 開始拍攝的時候有位置要按住他的頭 然後就要劏頸 因為我的手是很緊張的 然後按住手頸的位置 因為按住在地上 你會很害怕 到最後就是要大力一點 James也很配合 按住手頸 按住手頸 當然他的行為 他殺完之後 他覺得他有沒有悔改 在這裡爛血 但他在殺的時候 那個時刻 他是不是完全爛血 我覺得不完全是 因為對他來說是一個儀式 而他去行這個儀式的時候 他是有痛苦在裡面 還有他整個人的情緒 他怎樣將他一種仇恨 各個角色他對爸爸不是那種愛 還是其實那種心狠手辣 是不是冷血 其實是很複雜的 那個情緒 他會有很大的反應 他這一下爆發 我覺得是有一個reaction 對這件事其實是一個reaction 而不是完全用冷血兩個字 輕輕帶過 是吧 A czyli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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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A C 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